几乎就是打个梗 打个盹的这么一个功夫 就突然感觉上海的疫情就严重起来了 昨天已经确诊三例 然后今天又传出来相关一些地区 有更多的病例发生 而且跟这三例都是有密切关系的 其实在上海今天早上 又发布了更多的一些涉及病例的场所 包括黄浦区 黄浦区的地方就多了 主要是以商场这些为主 浦东新区以居住地和超市为主 而清浦区是一个居住小区 那在这个松江区就是九亭镇 九亭镇有一个大概是修车的地方 车 还有一个就是九金路的这个889号 889号是采埃福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这个是一个公司的地址 所以这个病毒离我们并不遥远 所以每个人呢 还是应该做好自我防护 家里面呢 也准备一些食品 储存一些东西 应付不时之需 所以还是要那句话 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出门戴口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